其实呢这个就是说绿营任何人有任何的弊案 真的欢迎蓝军好好地监督 然后呢让法律来判罪 但是瞎搞一顿然后什么都没有 只会徒留人家耻笑 民众是有眼睛在看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新闻界的这个资深媒体人陈嘉宏 他看到赖平宇想到11年前黄国昌 他说这就是他们报社过去一条边的指令 赖平宇现在叫做什么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过去黄国昌反对这个媒体垄断 所以呢就媒体是跟着他嘛 所以拍到他抽烟丢烟地的画面 然后呢被做抽烟丢烟地可以做半板 这就是当时黄国昌受到的一个对待 陈嘉宏说当时指令很清楚 要求集团媒体全天候跟他 然后搜罗他的一举一动 再挑出不利的素材加以报道 好那么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赖平宇会被这个记者紧贴着采访 就是编辑台由上而下 一条龙的一条边的指令 赖平宇会被重点照顾 应该也跟当年黄国昌的理由一样 他说如果没记错的话 反媒体垄断反红媒太阳花 赖平宇都是有无意不语的 所以是不是得罪了人了呢 这叫做得罪了方丈 还想走就是这个道理 他说呢其实你 你媒体你就好好 如果赖平宇有什么事情 你好好写一篇专栏 这个指证他嘛 张匹他嘛 用这种方法 鸡排面也讲了 让他想到了 赖平 让他想到了陈信瑜 他说呢 其实记者穷追猛塔 就是为了捕捉受访者不爽的瞬间 然后再用后置剪接 营造暴怒 营造这是暴怒 然后呢误导观众 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认为说 这么激动一定是心虚有鬼 就会错这个结论 来范老师 你看了是不是感触良多 这个昨天赖平宇出席 叫肝眼症治疗记者会 好不好 全部都歪了了 结果没有肝眼症 没讨论 我看那个记者 中天记者是杀红眼了 这样子用压制的方式 压迫 其实我们知道 一到现场 你就不要去闹场 你中天记者 你就针对今天赖平宇出席的活动 的内容 他的背景去提问 好 你文不对题就算了 你一直去问那个云报的事情 那其实赖平宇早就已经回答过 在现场也回答你了 结果你不满意 而且我觉得他一直紧追不放 何况你这个中天的记者 你是男性 你这样子一直对女性进行压迫 你比赖平宇 我们都跟他见过 很瘦 他真的很瘦 那你去一个男生 一直压迫他 一直贴近他 我比较想任何女生 都觉得不舒服 而且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前科累累 你很多场合 所以大家怀疑说 是不是你电视台主管 要你这样去发问 之前曹新成我们也看到了 而且他针对赖平宇 之前就有好几次 用逼问的方式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有办法 你就去赌赖敬林 对不对 今天是赖敬林的事 不是我们坦白讲 比较偏绿的媒体 讨论到高宏安的时候 确实民众 观众关注度很高 对啊 你有看到哪一个 比较偏绿的媒体 去这样对高宏安赌麦吗 对啊 没有啊 我觉得现在就很 可以做一个对比 赖平宇 现在这个蓝的 蓝的民众 觉得很要嗜血 要看他出球 高宏安他出状况 他确实被起诉了 那说真的 绿的媒体或观众 看到他这样子 也很想再知道说 他还有做什么事情吗 但是媒体会这样对高宏安 但是高宏安 没有完全没有 何况他的案子 他是当事人嘛 他本人嘛 对不对 而且云豹的事情 到目前都是捕风捉影 都没有任何的事证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就是高宏安的事情 是已经有起诉出了嘛 检察官认定了嘛 然后你是当事人嘛 那我们对当事人 都还是客客气气的啊 所以我觉得啦 这件事情就变成蓝绿各自归队 蓝银的人就说 哎呀你那个赖品银是假摔啦 这样这样 绿营都觉得他好可怜好可怜 就蓝绿各自归队 问题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刚才讲到 什么廖先祥要出来开计程会 他边缘化了嘛 大家都不晓得廖先祥是谁 我想说这个人是谁啊 为什么开计程会 真的 原来他就是赖品银的对手嘛 这件事情就会让明年选举的时候 我跟你讲赖品银的支持者 绿营的支持者 一定觉得各自归队 各自归队 赖品银就会觉得他好可怜 大家要帮他投一票 可是问题是 来的人会因为这样去投廖先祥吗 不会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廖先祥没有获利 然后大家就觉得你没有利 可是我跟你讲 廖先祥他的爸爸 到底有没有贪污 其实又被挖出来 而且也被挖出来 廖先祥其实很多人不认识他 结果因为一直打赖品银 那你赖品银你父亲怎么回事 你还要去说别人 今天赖品银的对手 如果是许晓银 那就好看了 许晓银一定会利用这个话题 许晓银不会嘛 后知后觉 我们都吵了半天 才出来开记者会 好来看一下 周轩他脸书说 侯友宜记者会拿出来 手版我们发现一个事实 原来云豹不是只捐给新潮流 云豹还有捐给谁 高宏安跟林甄宇 有没有 高宏安捐了20万 林甄宇捐了10万 所以说这什么 云豹多少钱 其实很多这个 企业都有各自的一个捐献 那他为什么不讲讲林甄宇 跟高宏安也收了他的钱呢 我觉得这个从头到尾 对于云豹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扯 我先举一个例子 这个云豹的董事长赖靖 他当时在这个担任 云豹董事长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看担任云豹董事长 所以你才反核 我先讲 民进党过去很早就反核 所以这个东西 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民进党不是因为说 要发展绿电 賴靖林也不是因为 要当绿电的董事长 才反而 第二个 等到他辞掉 这个董事长之后 马上又说什么 说你看 賴靖林就是心虚嘛 心虚才会在这个时候 这个捷骨眼辞掉董事长 好 今天就一直问他 你是不是为了要 为你的选情止血 是不是要为你的选情止血 所以很扯 那我就跟大家讲 我讲一个事情就好 我突然想到 有一个唐僧的笑话 我不要讲到五天 我讲两天就好 有一天唐僧刚下飞机 记者问你对陪酒小姐 有何看法 唐僧很痴心说 台北有陪酒小姐 结果记者隔天登报 唐僧飞抵台北 开口便问 台北有没有陪酒小姐 第一天 这是第一天 然后第二天 记者问唐僧 你对陪酒小姐的问题 有何看法 唐僧说 我不感兴趣 隔日登报 唐僧夜间娱乐要求高 本地陪酒小姐 稍冷落 唐僧不感兴趣 你想想看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 他就是故意要找你麻烦 人家赖静凌 当这个绿电的这个董事长 这前前后后 跟他过去什么反合 不反合 这没有关系 因为他一路以来就是反合 可是他就硬打上 你就是因为要发展绿电 所以你反合 然后等到人家辞掉 这个工作之后 他又说 就是心虚嘛 就是怕大家追究嘛 好 那我请问大家 那在这个节骨眼 照理讲 国民党现在应该是 成套的所有的这个弊案 都拿出来了 结果刚刚主持人一公布说 那个政治现金 我坦白跟大家讲 政治现金都是合法的 这里面都是合法登记 这里面没有 一向是违法的 结果他就说 你看这个绿电 通通这个都是捐给这个绿营的政治人物 你看就是为了绿营 绿营政治人物 绿营某派系 你看都是都是这样子 结果呢 大家一挖 你国民党也有拿钱 你民众党也有拿钱 不过我再给你補充一下 好吗 我刚才说到高峰安和林真宇 对吧 我这样失禁了 王洪威不高兴了 王洪威表示我忽略了他 王洪威拿绿能公司的钱 拿多少 台泥张合绿能有限公司 50万 冠达绿能事业 有限公司 10万 他有算贪污吗 我合理怀疑他贪污 但是我没有证据 对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合理要求说 这个 这个 王洪威你讲啊 你为什么拿这个绿电公司的50万啊 为什么你拿他的政治现金 我觉得我们不会做那么没有水准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 这其实很国民党 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你想想看云豹的事情 炒到现在哦 我跟大家讲 1992年是这个 赖品瑜出生的那一年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他曾经跟我讲过 他是九二共事那一年出生的 我跟大家讲 民进党反和 也不是1992年之后 是在1992年之前 民进党一路反和 所以赖品瑜他反和 跟他爸爸发展绿电没有关系 赖品瑜反和只有两点 第一个 他是民进党的立委 所以他必须遵守民进党的这个价值跟理念 第二个 反和本来就是他爸过去长期的一个 一个理念价值跟目标 也跟绿电没有关系 所以真的国民党不要太扯 国民党这样的一个扯淡到最后就是像 我们一公布啊 好政治现金 你竟然讲说都是绿营的 那一公布 国民党拿的也不少 国民党里面过去担任过 这个台电董事长 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 现在在绿能绿电绿电界里面担任高阶职务 然后每年领好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薪水大有人在 所以我觉得这样指控 实在是太过没水准 来看一下绿 蓝能你不能 这个宏威说绿电独厚绿油油 蓝车一说绿能政治现金发大财 结果民党做了这个板子 这么多钱 很多钱 千万十万五十万 吴志刚 戴喜琴五十万 这个一百万陈超明 林芝妙一百万 很多耶 对啊 这样念一念 这个节目都要录不完 王慧美 这样一大串 后宜这边三十万 张立善这边十万五十万 都是绿能的公司 其实我在这边可以放 你们民进党很不会选举耶 都没怕 对啊 大家比较少 大家比较少 被人家说是贪污 真的很惨耶 其实我在这边可以放弃 我所有评论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举一些过去常帮 蓝莹讲话的媒体人的话就好 陈卫文呢 讲说 这么方便 云豹小公主炒到现在炒了一阵子 你有看到任何证据吗 我是没有看到 罗友志说 记者有权利追问吗 受爽者是有拒绝采访的权利 这才是铁针针的新闻纪律 是哪个采访中心长官交出来的 记者说明出来 说明一下 罗友志讲的 不然黄志贤 他还在脸书上面 最新面发现说 绝对不是 他说不是假摔 他评论这件事情 就已经很清楚 就是不是假摔 所以一些过去 常常不知道赖影讲话的人 看到这个世界 都完全看不下去 然后刚刚讲到这个高宏安 这个又讲 这边是哪 20万 金城能源 负责人是谁 賴靖林 所以你说 他当这个能源公司 董事长有只看颜色吗 没有嘛 高宏安就不是绿色的嘛 绿色就讨厌 高宏安讨厌人要命 我也讨厌他 所以这个很明显 这件事情是什么 一家绿能公司 他就像一般的公司一样 他觉得说 要去盖这太阳能场 他说地方有意见啊什么 他想要有政商 你说林真宇是台北市的 对啊 台北市那里给嘛 台北市那里给嘛 台北也没有要盖太阳能 就很奇怪 总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讲 政商关系好一点 没有坏处 你只要合法的给政治现金 蓝营收的很多啦 然后现在讲一堆弊案 有几个是民进党被判刑的 被起诉的 那云林的这个沈总统议长 不就是因为绿能在那边收贿 所以说现在已经被起诉了吗 哪一党的哪一党的 国民党的啊 哎呦那这样 对啊 所以国民党讲了一堆都是没证据的 就自己有证据的 被起诉的 然后还在当作视而不见 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讲啊 朗东 就是说这个板子里面 有这个国民党籍的 收受绿能公司政治现金的 那么这个国民党 也有一个手板 就是哪一些绿能公司 给民进党的政治现金的 这都是登记有案的 但是民进党并没有拿这个来打 疑似贪污 左手放右手 什么公司的钱 变成民进党的钱 没有这样讲 给政治现金是合法的啦 通过合法管道 那为什么国民党也是这一大片 你们民进党那么不会选举都没打 不是因为他就只能靠影射 不然你要讨论什么三只小猪吗 哇什么时候要开始坐下来喝咖啡 三只小猪要坐下来喝咖啡 比王毅要去美国还要困难 那你讲下去就丢脸 所以他们想说 就跟前面创下歌讲的一样 就转移焦点 就试着就寒沙色赢 看看有没有办法打出一个破口 对所以佳凯你们现在举行 这些记者会到底是怎么样 真的寒沙色赢 就是说问证可以问到 光是寒沙色赢 就可以巩固蓝的支持者吗 那先说一下 我刚刚找一下名单上面 没有我的名字 跟我记忆里的一样 一般有钱是不会决定有钱的 那我先说啦 等于说 所以李佳凯很有钱 不符合事实 我要现在不符合事实 我先说啦 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但是非绿家园 绝对不是国民党的神主牌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提倡要重启核能 核能的演绎 这是我们目前提出来的核能政策 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今天 我觉得这是一事归一事 今天可能有些政治人物 他接受绿能公司的 一些政治先天捐款 我相信不管是私交也好 或是我相信对我认识 才会有这个政治先天捐款 那是哪里违法啦 但他不违法 但是不代表说 他不能去检讨那个公司 或是在一些议题上 有没有议题 当然大家会说说 今天如果你觉得有争议的话 那就去按您申告嘛 但我觉得这都是 无中生有 所以我最后 我只想讲一件事情 有什么争议吗 你要讲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政治工作没有像 你们那么low好不好 你们要去指控别人OK 你们要去监督可以 可是你要提出 你要提出证据啊 我请问大家可以这样随便 我就说那这个 我只是举例啦 如果照国民党的标准 李佳凯家里很有钱啊 他钱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你要说明清楚 我可以这样做吗 我可以这么没有水准 像国民党这么没有水准吗 所以我觉得 政治工作还是要有一定 一定的社会责任 就是说你要去指控 甚至我都觉得 你选举当然有不同政党 不同立场 但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总有一个 社会共识 社会标准吧 我举例来说 高宏安在去年 我们在说高宏安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不以为然 然后高宏安又还没被起诉 所以去年高宏安 虽然被检验 可是他选举水上船高啊 但是今年等到起诉之后 这些相关事证 是经过检方调查之后 大家觉得真的就是如此 你高宏安在用过去去年那一套 说你们都是政治破坏 政治炒作 没有用了 所以我也提醒国民党 不要再搞这种很low的游戏 你今天如果这样指控的话 那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 这样跟着国民党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希望 台湾的民主素质提高 大家不要一直往下沉沦 真的毫无底线啊国民党 我先说一下 在业党当然有提出一些 质疑的权利 但是我认同博文哥说的 所以我最后只想 认同一件事情 我想呼吁一件事情 比如说今天 大家说你去暗邻申告 没有错 确实现在的情况是暗邻申告 你们根本还没告吧 没有啊没有 你们就不告啊 我是支持啊 我支持明年如果会有当选的话 恢复特征组 那这件事情就不用 就暗邻申告了 你现在就可以呼吁 你是当做现在的警察官都会讲台语 政治现金都退回去 把钱退回给厂商 全部把这些资金退回去 请问这个跟恢复特征组有什么关系 有些资料并不是那么好取得 请问这个跟恢复特征组有什么关系 不会啊 你今天指控一件事情 你本来就要提出市政 你本来要提出市政 这个资料很好取得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凭空说人家有问题 就查得到 那你都不用负责任 那是发言人啊 要沾一下侯友宜的口水